乌克兰将成为美国霸权最后的陷阱 世界大国关系和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强 美国需要灵魂拷问了 那么连长呢 把最近的大国博弈的一些见解跟大家阐述一下 喜欢聊这方面的兄弟们请看完 那么第一点咱们先说说乌克兰最近的情况 乌克兰呢准备进行大反攻 春季大反攻 23日呢在这个欧盟领导人和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讨论粮食安全及对俄制裁的问题时 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在前往前线视察的火车上发来了视频的这种讲话 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欧洲的同行立刻马上给他提供武器 从而解决他大反攻紧缺的武器和物资问题 而且他强调 同行们我们已经延误了很多了 希望你们把啊 这个远程攻击武器及战斗机 比最快的速度送到乌克兰 乌克兰呢现在还在最后的挣扎 那么他越是大反攻 那么他死的越快 那么乌克兰呢只会成为美国霸权最后的献祭品 那么我们现在就想提示一下 这个献祭的时候有猪马牛羊 乌克兰可以作为一头猪 那日本韩国甚至所谓的弯弯 你们想做牛马羊吗 为什么我们开头先说了一下这个问题呢 因为呢大国的博弈已经把这个所谓的现在全球最大的热点 已经把它比较下比较起来很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最近呢我们的老大去了俄罗斯和普京进行了很重要的会谈 表面上看只是经济合作 但是这次合作将决定全球以后的格局 也将把中国推向世界最强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终于下定决心开发远东地区 而且将中国视为唯一的合作伙伴 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全世界都能明确的感觉到俄罗斯终于是向东看了 那么中国呢在取得俄罗斯能提供的所有的物资和资源以后 在面对美国的博弈过程中将立于不败之地 由中俄进行整合 以上和组织为框架会得到中国俄罗斯印度中亚西亚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 甚至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以及非洲四十国都将成为中俄这次合作的延伸的合作伙伴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所谓的和中国的大国博弈所谓的封锁所谓的脱钩将毫无意义 不论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人文方方面面都将处于劣势 那么中俄的这次合作直接决定了 以后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最强的大国 俄罗斯将紧随其后美国第二的位置可能都保不住 那么有人说你真的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这次合作俄罗斯是真心诚意的吗 以前俄罗斯的合作为什么不是真心诚意的呢 现在就是真心诚意的呢 那么俄罗斯的问题是 俄罗斯以前向西看 是为什么呢 他现在为什么说他是要向东看呢 以前呢近一百多年以来 俄罗斯都是向西看 因为在近一百多年以来 西方是代表先进的 代表科学发达的 代表经济发达的 所以呢俄罗斯向西看 那么从俄罗斯的观点出发 现在呢全世界啊经济的 科技的军事的人文的发展的方向是哪里呢 是中国是东方 那么俄罗斯如果想让自己的国家发展的更好 那么他现在就不需要向西方去学习了 也不需要向西方啊去看了 也不需要导向西方了 只需要导向东方 他就可以学到最先进的制度 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方式 最先进的人文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俄罗斯为什么向东看 而且我们认为俄罗斯这次是真的要跟中国进行更好的合作 那么中国合作以后 美国将怎么办 美国所仰仗的军事经济 外交政治文化的优势还在吗 兄弟们 你们能理解这些东西吧 那么美国现在在外部环境 已经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 他只能灵魂考虑他自己心灵内部的事情 如果美国人看了我这个视频 他们是否要考虑一下他们自己的问题呢 美国他国内的问题解决不了 他怎么和中俄进行对抗 美国政客 你如果能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 问他们几个问题 你们那个只为自己考虑 的两党互相斗争 政治极化 进而导致的分裂 甚至内战 你们能解决吗 武林失传已久的贵杀计 你们用在了黑人兄弟上 种族歧视 你们能解决吗 既然导致大游行内乱 你们能解决吗 加息通胀 国债崩盘 导致的金融 甚至经济危机 你们能解决吗 枪支暴力 毒品当饭 经济大萧条 会导致的内乱 你们能解决吗 现在你们去问 美国的政客 乌克兰是什么 他们肯定会问 乌克兰 乌克兰是什么 难道是研究生物武器 那些老怪物新研发的 新冠病毒变种吗 厉害吗 所以我们说 以后 而且是不远的将来 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美国的衰落 已经确定 OK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